24號一大早 銀色自小客車衝到醫院 女子神情緊張 抱著11個月大的小男嬰 緊急送醫 媽媽抱著小男嬰 但小男嬰已經一動也不動 經過急救 仍然宣告不治 讓家屬相當悲痛 檢警調查 34歲的媽媽和家人吵架 帶著11個月的小男嬰 躲到車上過夜 凌晨5點多發現小男嬰不對勁 鼻子 口不黏膜 臉頰都有擦措傷 死因不明還要解剖理清 男嬰母親表示 當時小男嬰就睡在汽車後座 全身包緊緊 目前初步排除是失溫 也沒有一氧化碳中毒跡象 而車上還有小男嬰的衣物 也擺了可愛玩偶 但小男嬰口鼻 臉部 都有不明擦措傷 是不是造成男嬰致死原因 還要進一步調查 記者侯古文 嘉義報導